好听广告 Action 城市搜查线 听众朋友你好 欢迎收听城市搜查线 那今天邀请到彰化县县长候选人黄秀芳 来跟大家分享他的理念 那听说秀芳要把绿电税收留彰化开辟裁员 回馈乡亲 像是地方建设 还有青年发展基金 369敬老金 那可以跟听众朋友说明这项证件吗 那因为这个绿能的营业税的一半 如果可以留在彰化 一年会有这个二三十亿 是在彰化这边 那我们希望说透过这样子 让全县的县民能够享受到 我们推动绿能的成果 把这个成果回馈给乡亲 所以我刚刚讲的 不论是地方的建设配合款 或者是我们的这个环境永续的基金 青年的发展基金 会用这个款项 另外我们会全面来恢复 这个九九重阳敬老礼金369 那这个是对长辈的一个敬重 所以我们希望能够让地方的建设 让年轻人还有让我们的环境能够更好 那让我们的社会福利也因为这样子推动绿能 把这个回馈给乡亲 那让我们的社会福利能够更好 对这真的是非常棒的政见 希望能够得到中央的支持 造福地方泄民 那其实交通建设也是非常重要的 您所提出的三菱儿力 对彰化的交通预期会有什么样的改善呢 我提到的三菱儿力 就是零死亡、零阻塞、零碳牌 那零死亡就是说我上任之后 我会来改善彰化的百大危险入口 这个是因为每一年 在这个彰化的百大危险入口 都有很多这个好几百位的乡亲 因为这样子来死亡 那也是全台湾死亡率最高的 所以有很多 譬如说标线、耗制 我觉得这个可以很简单的来解决 那我希望在我上任之后 来解决这些百大危险入口 减少这个死亡 希望能够这个零死亡 那这个是我们的目标 那第一个就是我提出来交通政策 就是改善百大危险入口 第二个零阻塞 就是我们会希望说 整个彰化的这个交通是顺畅的 就是从北张 譬如说我们彰化的铁路高降 那彰化的台中的捷运绿线延伸到彰化 那还有这个台中大渡溪 这个桥现在已经要做了 另外就是说美港公路的高降 串联从二高 然后下来到美港公路 串联到台61线西滨公路 那这个也是从北张 我们看起来 如果说这几条 不论是轨道建设也好 或者是公路 能够串联起来 其实可以解决 彰化交通阻塞的问题 对 尤其是彰化市的铁路高架 已经讲很久了 那我未来我会在我任内 一上任之后 我会来解决 该去做盘点 什么地方该要做一些改善的 那赶快在我任内 在四年内要动工 这个是我的目标 那另外就是说 我刚刚讲美港公路的这个高架 因为美道上下班起这个时间 那这个国道三号下来到美港公路 都一定是阻塞 那交通部这边也一直在评估 那也他们也觉得 这个是有必要 所以这个美港公路的高架 这个应该也是势在必行 那南张的部分还有一条 就是这个高铁 高铁连接到台铁的田中站 这个是轨道建设 那这个轨道建设 其实可以串联 从高铁串联到台铁 让民众能够更便利 那这个田中站 又可以串联到积极之线 所以如果未来 南投跟彰化这边的观光 能够串联的话 我觉得南彰化这边是可以有 很大的一个发展空间 对那东张快速道路的延伸 目前也开始在进行 那我们希望说能够速度更加 能够更快 然后台76线的向西延伸 这个也是解决未来 中科四期的交通的问题 对所以我刚提到的 我的交通政策是三零而立 就是零死亡 零阻塞 然后零碳排 那未来我们希望 在整个彰化线的交通网络 能够更便利 你就是公车 等待的时间不要那么长 可以缩短 另外就是有一个相继的公车 就是相间的公车 或者是用预约式的公车 或者是继承车式的公车 就是你打电话 我预约 就像现在有很多医院 它就是有那种接驳车 那我希望未来 我们是透过这样的一个方式 来解决南章化这边 大众运输的问题 好那谢谢旧方来到节目 分享参选彰化线长 所提出的证件 那最后还没有什么 想要跟选民说的呢 那最后是拜托所有的详情 从彰化的建设 然后到彰化的社会福利 一直到我们的这个交通政策 我希望在我这个上任之后 开始来推动 让彰化能够大步向前走 因为我不希望彰化能够 彰化再停滞四年 然后那真的是非常可惜 彰化不能再停滞四年 彰化一定要往前走 跟世界接轨 跟这个其他国家接轨 彰化是一个 很好的一个地方 所以在这边也拜托 所有的乡亲 能够支持黄秀芳 那今天也非常谢谢秀芳 来跟听众朋友分享 城市搜查线 我们下次见